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泰山 国泰民安 中华泰山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之意 建成历史2500多年 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泰安城 一山而建 山城一体 风光秀丽 气候宜人 年平均气温12度 空气质量日报良好率为95.6% 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是一座最适宜人类居住的魅力山城 泰安市 辖泰山 戴岳两个区 新泰 肥城两个市 明阳 东平两个县 以及泰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泰山旅游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7762平方公里 人口550万 泰安市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区 和山东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 位于山东半岛与内陆地区的结合部 处于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旅游热线的中心位置 金浦铁路穿城而过 金浦高速铁路开通后 从泰安两个小时以内可到达北京 三个小时内可抵达上海 金浦 金浮高速公路在这里交汇 四小时内可直达青岛 天津 连云港等重要港口 一小时可达济南国际机场 优越的区位优势 使泰安成为中国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泰安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生态环境优美 全市电厂建成发电容量达230万千瓦 电力供应充足 城市供水 供气 供热能力充沛 污水处理设施先进 通讯及电子商务应用居国内领先水平 近几年来 泰安市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迅速 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 泰安的商贸流通 金融保险 社区服务等行业 也获得了快速发展 成为鲁中地区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 泰安的城市规划建设独具特色 以历史文化轴 时代发展轴和环山观光带 胖河风景带 两轴两带为重点 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新的神韵 泰安矿产资源丰富 是山东省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 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58种 保有储量500亿吨 其中 硫储量31.9亿吨 居亚洲第一位 石膏碳明储量360.9亿吨 居中国第一位 盐盐甲盐储量居山东省第一位 铁矿煤炭储量分别居山东省第三四位 泰安是中国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 城市之一 传统产业基础雄厚 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工业经济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 基本形成了汽车 煤炭 输变电设备 新材料 新能源 化工 食品 纺织服装等八大主导产业 产业布局科学合理 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今后泰安市工业经济重点围绕八大产业 打造产业网链 逐步形成核心企业带动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局面 泰安农业基础稳固 产品丰富 是国家优质小麦商品粮生产基地 畜牧生产基地 蔬菜生产基地和花卉苗木生产基地 是中国最大的有机蔬菜生产和加工基地之一 在欧洲 美国 韩国 日本比较繁华的超市里 都有来自中国泰安的冷冻有机蔬菜 风靡全球的麦当劳 肯德基 也把泰安的银宝食品作为亚洲供货商 泰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旅游基础设施完善 旅游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 不仅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遗产 和世界地质公园的泰山高端旅游产品 周边还有错来山 星泰莲花山等国家级森林公园 以及水浒故事发生地 梁山坡遗存水域 东平湖 大问口文化遗址等品牌资源 神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灿烂的人文景观 每年吸引着一千八百多万中外游人流连旺返 依托泰山 泰安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以泰山实感当习俗 泰山皮影戏 山东邦子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的传统文化事业 不断推陈出新 广播影视 报业出版等文化产业发展强劲 泰山方特欢乐世界主题公园 中华泰山风扇大典大型实景演出 泰山沿海神汤休闲中心等重大旅游文化项目相继落成 成为泰安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新的亮点 良好的产业基础是投资合作的前提 园区建设则是投资创业的载体 泰安高度重视园区建设 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旅游经济开发区 新泰和肥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四个省级开发区 以及泰山区 戴岳区 明阳县 东平县工业园区 其中 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 区内基础设施完善 环境优良 先后有美国 英国 日本 韩国和香港 台湾地区的跨国公司 国内大企业落户高新区 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 以泰山脚下的天平湖为中心 规划面积23.9平方公里 水面3.5平方公里 由旅游 休闲 度假为主的 复合型旅游度假区 目前 泰安市已于世界上 90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 具备良好的承接国际资本的能力 泰安是山东省三大科教文化中心之一 山东农业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泰山医学院 泰山学院和山东服装学院 泰安职业技术学院等 7所高等院校和28所职业技工学校 落足泰安 设置专业200多个 在校学生18万人 接受中高等教育人员的密度 在山东省名列前茅 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优势 为企业和城市的未来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件行政审批中心高效连结 公开透明 最大限度的减少投资成本和企业负担 在落实国家山东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还在土地财政扶持 行政性收费等方面给予支持 外来投资者在户口迁入 子女入学 医疗保健等方面享有特殊照顾 目前全市形成了亲商 富商 安商的浓郁氛围 投资泰安 稳如泰山 不仅仅是泰安人的郑重承诺 更成为中迈克山 共同的感怀和心声 我们今天已经爬山了 爬踏山了 非常漂亮 风景那么漂亮 漂亮极了 人也非常热情 我爱中国 我爱泰安 我爱泰山 泰安是东方圣人 孔子生活游历的故土 泰安人有着传统的纯朴 宽厚和热情 更有现代的开放 睿智和诚信 一年一度的登山节 不仅仅是泰安人的节日 它是泰山的节日 是向往泰山的世界人民的节日 是泰安人敞开胸怀 拥抱世界 拥抱四海冰棚的象征 让我们一同登上 东方之巅的泰山 领略蓄日东升的壮丽 祝愿与太阳一同升起的泰安 泰山欢迎您 泰安欢迎您